新任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正式走马上任 针对劳发署被分署的霸凌亲生案 由于检调已经介入侦办 劳动部是否也会重启调查 他也承诺会重新了解 至上最深的歉意 洪生汉周一正式接任劳动部长 交接典礼没有任何喜悦 重点是有如何解决眼前霸凌争议 主任长在宣布这项任命的时候 有赋予我三个期许 最优先的工作 就是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弄清楚 而且提出具体改善的做法 当时劳动部调查报告 称谢一荣目的良善 无法证实霸凌行为 跟亲生有关 让民怨炸锅 如今部长何佩山 谢一荣双双走人 是否该重启调查 给外界一个交代 他目前已经进入到司法的调查 我们会配合检调 但更广泛的 我们会重新的深入了解 我明天的早上的第一个行程 我就会到北分署 但洪生汉环团出身遭再也质疑 没有劳权背景 更只有高中学历如何升任劳动部长 而且二月时就知情 谢一荣霸凌下属 为何当时不报 我有听闻到 但这确实不是 有一位成情人来跟我成情 有建设性的 我会虚心的参考 前前部长许明春也被曝出 挪用劳发署就业安定基金 办演唱会 部长承诺一定会查 不互断 涉及到有弊端 那当然是该查就查 劳劳部整以连环报 洪生汉临为寿命 守护劳工权益 没有蜜月期 这种环卫尘也是有所提不到